很多人在醫院聽到這個故事 有些人在中國大陸有個美國的人 很多報紙登 美貌多少歲的 多好條件的 又有多少學識的 我想找一個終生的伴侶 那時候她就回到大陸娶了她 她已經回到大陸娶了她之後 接著那三年她就可以跟她分家 就跟她結婚 很多人發覺 回到大陸結婚不是一件好的事 因為他們有個計劃的 以前中國那種傳統的價值觀 禮儀道德 為何會沒有了 在中國現在很多的變化 其中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民國大革命 之後人對於很多東西 最重要是眼前 大家都是受這種影響的 受這種價值觀影響 最重要是現在有錢 最重要是拿到錢 所以我自己也很驚奇的 我回到中國的時候 我還很信任中國的人 我就拿了相機 我說 你幫我拍照啊 那些同學在一起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因為你一給了相機 她立即就一聲 可以馬上走進去 我真的想不到 當時我完全不知道 沒這個意識 譬如我給錢啊 我有時候 我在這裏 放了一個銀包 然後拿了一個信用卡 他們說 你千萬不要放下一個銀包 為何會這樣呢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心裏面都是愛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 神的兒女 我們都是同一個血統 我們都是很想他們得救的 以前就是有帶一身的人 他真的將整個生命給神 他也都經歷苦難 他不是沒有苦難 他曾經 因為他去了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就 那個腰骨傷了 傷了 他結果是坦了一段時間 他躺在床那裏 他不能夠去傳道 那好人就會說 神啊 我為你傳道 為何我要 現在坦了呢 但是他不是這樣計較的 他回到英國 他就躺在床那裏 他就貼了一個中國的地圖 在床尾那裏 上個碰墻那裏 他就躺在那裏 為中國祈禱 無論他在什麽境況 他都那麽信教神 接著那些人來到的時候 他就將中國人告訴他 他在那段時間 帶了更多人去做宣教士 他的心裏 永遠都是一種愛的心 我自己在香港看到那種復興 很多人被神的愛激勵 耶穌問他 你愛我 比這世更深 他真的會愛耶穌 他真的肯為耶穌做一切 我看到有些人 他本身是可以有份工的 我那時其中一個人 叫陳誠志 陳誠志 我在天月生命堂的時候 他不是那麽愛著他 他回來教堂不多 但當我離開天月生命堂之後 我每天有祈禱會 在一個教堂 他就問我 你在做什麽 我每天都有祈禱會和領聚會 他就走來 我見到人充滿喜樂 他就很渴望 他天天天都來 經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他就開始講謊言 忽然間有一天 很特別的 他講謊言 他就從四年充滿 同一天發生很大的喜樂 他是大學不月生來的 但他讀完大學 香港大學 通常來說 在香港大學讀完的時候 很想去賺多些錢的 但他進去十六年徒十何 他願意將他的生命給耶穌 我希望大家都願意將他的生命給耶穌 我見到很多人 他們經歷神之後 他們說 神這麽好 我願意將我的生命給耶穌 我整個生命 耶穌要問他三次 是我的兒子 我們看看經文一下 我們可以看那張紙 他説 宇漢的兒子 新門 因為在猶太人來說 當時他們是沒有性的 即每個人是誰的兒子 宇漢的兒子 新門 你愛我 被這世更深 很直接 很簡單 其實你可以想像 当时耶稣和十一个门徒在一起坐在那里 他就烧了一些鱼给他们吃 耶稣不知道神的能力 在哪里捉鱼回来呢 他又怎样有鱼呢 因为神有这个能力 他就烧了鱼 然后门徒就迈岸了 当他迈岸的时候他就烧鱼给他们吃 那他吃鱼的时候耶稣就问彼得 你想一下在这样的情况 十一个男人 耶稣十二个男人坐在那里 然后耶稣就会问一个男人 你爱我给你识心啊 这个不是普通男人会做的事 因为男人是很怕爱的 讲了爱字的 就是很怕说我爱你 但是神就不是的 神的角度是一个爱的角度 天国就是爱的角度 神的爱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爱 有多大 只要你见到神的时候 哇 神啊原来你这么大的爱 虽然你现在不是每个都经历到 你看到我经历的 你看到我们有些人经历的 我希望你会相信 神真的这么大的爱 神的爱是极大 真是天灵地几高 他的爱也是这么大的 到有一天你去到天堂 你就会经历到这种很大很大的爱 就是神的角度的原则就是爱的 就是充满着爱的 整个整个国度 就是这个家庭 如果有爱的时候 爸爸爱子女 子女也都有回应 子女也都有回应 就是说会爱他的 如果爸爸爱子女 但是子女不爱他的时候 这个家都不会有爱的 都是一个破碎的家 但是天国就不是的 天国就是 神爱爱你 我们也都爱他 就是神在天国 他不想有分裂的 我相信大家见过很多家庭 父母很爱子女 为什么福生为他 但是子女不爱他 这样的时候 家庭不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所有能够去到天堂的人 一定是对神有这个爱的 就是一定是和神 会对神的爱有回应 于是大家会同心 互相相爱 彼此相爱 是一个很美丽的家庭 我们不只是去到天堂才爱神 是今天也是爱神 因为如果我们爱神 我们就可以给神大大使用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爱神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一路软弱 并且可以离开神 我希望大家会有这个回应 因为彼得很快就回答 他说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耶稣就说你喂养我小羊 就是他有这个信心 彼得有这个信心 不单止 他说我爱你 他说耶稣你知道 因为你看到我这么多次爱你 你看到我真是爱你的 但是耶稣又再问他第二次 你爱我被自己更深吗 那么彼得又回答他 主啊 你知道 耶稣又说你目了我的样 然后第三次呢 耶稣又再问他 你爱我吗 那彼得就说死了 我答了两次 为什么耶稣还问我呢 他的心里面就忧愁了 耶稣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呢 为什么呢 他又可能想起他自己 否认耶稣三次 他说了 他说我不会否认耶稣 我不会否认你的 就算我死了也不会的 但是他真的否认了耶稣三次 他说死了 不知道耶稣现在还在生我呢 现在耶稣觉得我都不是真的爱他 所以他又再答他 他说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 你知道我真的爱你 其实我们每个都会曾经软弱 曾经结果 曾经真的说 我真的好像比特会否认耶稣 对耶稣没有一个大爱 但是当时比特呢 虽然他有这个过去 他是否认耶稣 但是他当时他真的说 耶稣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这一阵子 知不知你爱他呢 你自己知不知你自己爱他呢 就是你有没有立心去爱他呢 我希望大家会立心 你就是说 主耶稣你给我这么好 每天我们享受的这么好 我们有的生命 你会不会觉得好好呢 就是每天我们吃的东西 每一样东西我都觉得这么好吃的 能够给我们健康 能够祝福人 我们能够有喜乐 有平安 能够有爱的关系 我发觉在基督徒之中的外观 是很不同的外面的 外面的我发觉有好人 但是呢 始终没有那种这么深的爱 我很珍惜基督徒之间的爱 你珍不珍惜呢 基督徒之间的爱 在天堂就是这样的 天堂就是充满着这种的大爱 因为神就是爱 那希望我们个人都能够回应 当日就是有戴德生 宋尚哲 毅托星 王明道 这些是很出名的 在中国本土的人 他们真的将他整个生命给神